第一个,这一长串的公式绝对不是一次打出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那个Find 钱瓜糊这一个公式 先把它先剪下来 我的习惯是这个假设把它删掉 假设里面空的 第一步的话就是先用MID 所以你可以用最近使用过的函数 这应该很熟 好像不是每个同学都熟 又让他找不到最近使用过 这个是你如果最近都有用过的话 你找到MID 然后找什么呢 找第三届冠军 里面就是钱瓜糊贴上 再把它怎么样 加1 所以特别注意这边加1之后 就是从第四个字开始帮你找 你不能从瓜糊 这样瓜糊的话会包含进来 要几个字呢 就是后瓜糊 所以把刚刚东西贴上 把它改成后瓜糊 所以这边后面的话 改成后瓜糊 然后再减掉钱瓜糊的位置 所以这边的话 这边后瓜糊 再减掉后瓜糊的位置 后瓜糊的位置 减掉钱瓜的位置 然后再怎么样呢 再减掉一个 因为多一个字 这样的话呢 第三阶冠军就出来了 那做完之后还有什么呢 所以再减一次哦 特别说 选取之后减下 特别说不是复制啦 因为你复制你在插函数 它又跳出来了 所以我的习惯是减下 然后再插入一次 最近使用过的减数 把刚刚的公司贴上 去看一下 这边OK 没有错 然后把它转换成没有东西 空置串 再按确定 这样的话呢 向下跟向上 这样都OK了 所以看起来其实没什么啦 如果其实这些方法 如果你会用的话 你就可以拿这个ECEL 来处理非常复杂的工作 没有问题 当然不可能就从头到尾自己key 你从头到尾key 如果也能key正确 那真的佩服你了 连我都不把他保证 所以理论上我们一定是 先像刚刚一样啦 step by step 先做一下 然后再来去把它贴贴贴贴贴 这样再复杂的工作 也都可以任何解啦 OK 所以当然我自己是这样做啦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做啦 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 有人那么厉害 而且还有可能贴至少五次 六次七次甚至十次 所以你要公司一长串 不过向上复杂的东西 最后我发现了 我就不用这个做了 我用VBA来做 反而VBA处理复杂的事情 真的就是它的优势 因为VBA可以写很多程式嘛 而且可以跑回圈嘛 你慢慢写没有关系 而且VBA可以写一次 当然你可以先放放看 不正确的话 再来改就OK了 所以接下来的话 另外录制聚集 刚刚有同学录完之后 好像有NG啦 这我想你们自己多录 录几次应该就熟了 因为这种东西 我觉得还是熟练录问题啦 因为我已经录了N遍了 所以我闭着眼睛都会 但是有些同学可能 经验值可能太少了 所以 那没关系 NG从来没有关系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 最后可能要把VBA的部分给做完 不过格外你心理准备 难度还是 又比刚刚的还要更困难 那写法的话 我想第一个 我们把这些先删掉 反正我们就写两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是 按下它自动帮我做完 所以1先切到那个Visual Basic 2的话呢 请你切到什么 模组 那因为录制聚集的关系 会有module1 所以呢 我们就这样 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它就module2 2的话呢 是我们自己写的VBA 那接下来我需要 第一个按钮是什么 光如自串 所以哦 插入一个程序 那我要是按钮 所以一定是sub 不能是function 那名称的话呢 我叫什么 取一个名称 叫刮胡自串好了 这个名称自己取 那你如果 打字慢的 你随便叫刮胡也可以 反正这个名称自己取的 我叫刮胡自串好了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按确定 那写的方法的话 跟早上一样 其实习惯上怎么样 先移到旁边去 先check一下 你现在要做什么 所以for i 早上有写过 for i 刚刚有写过 for i 等于 这个 第几列呢 第二列 到 第几列呢 第十列 不过这个十的话 你可以 把这个十改成 最下面一列 所以这个十还记得吧 我们刚刚写过 复习一下range 游标呢 如果我放在哪里呢 放在a2好了 让它向下追踪 所以a2 然后呢 向下追踪的话 就点1 nd 点两下 前刮胡之后 找到xl down 点两下 帮我回传回来 他现在所在的列 在哪一列 OK 好 范围就OK了 接下来的话 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找前刮胡的位置 不要特别注意 前刮胡的位置 可是在VBA换了一个名称 叫INSTR 那 关键都差不多 所以呢 我这边取一个名称叫a a指的是前刮胡的位置 他去帮我找 那怎么找 你这边可以用INSTR 好 这个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后另外一个方法 有同学说 老师那你怎么知道哪些函数 VBA函数 以色彩数按下去 超乱录 我知道200多个 算过了 那VBA里面有多少个函数 那你怎么知道呢 其实我教过一招 打一个VBA 点 你会发现 点下去之后 这边从头到尾 就有一百五十几个 为什么我知道呢 因为我从头算过 刚才我一个人慢慢算 我开玩笑 没有 因為我看有些之前有一本書裡面 他就把它統計一下 150幾個啦 OK 數量是沒有一sell來的多 不過大致上很多是相似的 那其中的話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是INS 你會發現它會自己跳出來吧 INSTR出來了 點兩下也可以啦 這個 有同學總統是 可是問題裡面這麼多 然後呢我怎麼知道它怎麼使用 在那個插入函數裡面 還可以有那個底下還有一些說明 那VBA怎麼知道 其實交對招很簡單 你打完之後呢 請你優必要放上面 記得按一下一個按鍵叫F1 F1 F1應該知道 在那個上面鍵盤上面 F1 按一下F1 F1其實意思就是Call Help 就是我不知道 我叫我一下 有沒有發現說明檔馬上跳出來了 OK 上面都有了 不過呢這裡面的資料 雖然你每個字都看得懂 但是全部湊在一起 你可能也看不懂 因為裡面寫的太抽象了 不過至少啦 可能也許它有一些規則啦 它其實就是一個類似像字典的東西啦 它不是要你從頭到尾看懂 而是說你要去查到你要什麼 比如說它跟你講說 START 它第一個參數是從哪個字開始 然後呢 要去找找哪一個字串 去找什麼東西 所以呢 其實它的順序好像跟那個 FINE剛好顛倒 FINE是先找什麼 找錢瓜糊 去那個儲存格找 那INSTR剛好顛倒 它是去哪邊找 哪個儲存格找 剛好兩個顛倒 其他都一樣 那我就知道了 假設我已經看完了 都懂了 不過這個可能 不可能馬上啦 不過這 所以我說要有一點時間 那認真的人 像我以前是怎麼 我真的每一個每一個 把它叫出來 每一個沒做筆記耶 很認真的每一個沒 全部看過哦 當然不見得馬上用到 不過我知道 有這個 所以我工作裡面遇到了 我就馬上來試試看 試不出來沒關係 反正就一直試一試 所以呢 你會看我很熟 其實是背後可能已經試了 不知道千百次了 上萬日都有可能 而且我是那種 試不出來 我一定 絕不善罷甘休的人 我不太會去問別人 我一定會自己找答案啦 但不是每一個人都像我一樣 我是找答案給別人 所以我知道自己的定位 然後後來我就變成 我的工作就是 幫人家做做什麼 做整理 告訴你答案就好了 所以我們目前知道自己的定位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把這一題先講完好了 OK 那A的話呢 就是找到什麼 特別是兩個顛倒的耶 所以第一個 我們剛剛是先錢瓜糊 不過這裡的話先顛倒 先到哪裡找呢 到儲存格裡面 哪一個儲存格呢 到A欄裡面找 所以你跟他講說 你幫我到A欄裡面找一下 找什麼東西呢 找錢瓜糊有沒有 他如果有找到的話呢 會告訴你 哎 他的位置 所以會放在A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把這一行其實複製一下 後來的話 再來就會找什麼 找 後瓜糊的位置 所以把這邊貼 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B B的話就是後瓜糊的位置 所以把前瓜糊的位置 改成後瓜糊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怎樣 哎 跟剛剛一樣 把東西切到B欄裡面去 所以呢 這邊前面就丟到B欄 丟什麼東西呢 哎 特別就要 把SalesA 這個其實可以複製 到這裡 等於什麼呢 等於 我看看 這邊改成B B裡面丟什麼呢 哎 特別注意哦 VBA裡面 密的跟 Excel裡面 一模一樣 前瓜糊 切什麼東西呢 把A欄裡面的東西 幫我做切割 好 所以這邊的話 A欄裡面的東西 所以這邊 把它改一下 A欄裡面的東西 逗點 他問你說 從哪一個字開始 從 前瓜糊的位置 所以這邊 我不是要找到A嗎 那 A 怎麼樣呢 是前瓜糊的位置 他會放在A裡面 把它怎麼樣呢 加1 有印象嗎 有沒有 跟剛剛一模一樣 逗點 後瓜糊的位置是什麼 B B 減掉 A 再減 B 後瓜糊 好 陳詞寫完了 可以看懂嘛 所以這些好像都沒有什麼太新的東西 只有 這個東西好像比較新一點 IMSTR 它跟φ剛好兩個顛倒而已啦 其他都沒有不一樣 好 找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把他就來執行看看 如果執行成功的話 那恭喜你 那就可以下課了 如果失敗的話 還有5分鐘 OK好 執行一下 試一下 不正確 增錯一下 看一下 他這邊告訴你說 有錯誤 為什麼有錯誤 A裡面怎麼樣 等於0 為什麼等於0呢 特別注意哦 如果那個φ找不到是仅value對不對 可是呢 E3如果找不到的話 會是什麼 等於0 E是說找不到 所以這邊可能我們會多一個 現在還沒講到 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判斷呢 如果A不等於0的話 不等於小於大於0的話 就是他不是0的話呢 才去幫我做切割資料的動作 反之的話呢 就跳過 OK 所以這邊的話 可能要做一個邏輯 下一個禮拜 剛好我們就會講邏輯 所以這部分的話 先講一下 什麼情況下呢 才會幫我們切割 就是A不等於0 意思就是 我有找到錢瓜糊的情況下 才去做什麼呢 幫我切割資料到B欄的動作 如果等於0就是找不到 找不到就跳過 跳過 因為它會跳到下一行 換下一個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結果出來了 有沒有 程式就寫完了 好 所以這邊的話 清楚的話 其實就是把光無字串 Copy過來 改成光無字串 用清除好了 可以 清除的話 其實比較簡單 把那個資料裡面丟 為什麼 丟空的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 應該回圈都一樣 把裡面的東西 丟空的 丟空的話 就B欄裡面等於空的 這樣的話 就完成清除 所以清除一樣 這邊 清除 OK 這邊輸出 清除 那程式的話 這兩段應該在講義裡面 也有 不過 當然 我上面是有加上註解 不過這個註解 就是給各位參考 主要是那個邏輯判斷 如果找不到就跳過 你可以用F A不等於0 OK 那 這邊的話 應該是上面這個 上面這一頁 所以 參考答案的話 各位可以參考那個 38頁裡面 好 38頁裡面 OK 試一下 因為程式 基本上 跟我們前面講過的有點類似 那只是說有新的 有舊的 請各位練習一下 有關那個 邏輯部分下一個禮拜還會再講到 OK